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妹杨子 今天跟我爸爸要去挖芋头了 茄子现在不进屋了,让他自己在这待着吧 看一下茄子 让他进屋,他不进去 他应该不会跟我们下马路了 因为上次他在马路上被车撞了一下 走 转不来啊 老伯,我跟我们一起来 一起去挖香芋 挖香芋 前面那个白萝卜长得好大了 我们把你挖起来 你别给我挖脚 好,现在好烫 哈哈哈哈 哎呀,这个有空啊 那边,这边空啊 这边空啊,这边,这边,这边 那边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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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又几近啊 这个四五斤是四斤啊 十五斤是四斤啊 这边空啊 拔了一个大香芋 因为有个顾客他说要大的 今天就给他搞个大的 平时大的不是特别好卖 但是大的口感更好 粉质更多啊 又粉又糯又香 吃不完 就是一般的顾客就 咸汤太大吃不完 因为做的时候就是一整颗做 都点大 你都没了大 你都没了大 这个最大 这个最大 这个要垂直把它拔起来 你大妈 嘿嘿嘿 这什么东西啊 哪有很细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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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 细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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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 我们今天要搞30斤 摘了十几个 十五六个 十八个 看着刚摘下来的 他边上有一些球 这就是它的球 这是紫鱼头 紫鱼头 紫鱼头也能吃 味道也好吃 但是我们嫌麻烦 一般紫鱼头都不吃 它比母鱼头还好吃一些 但是我卖的时候 这太麻烦了 我们就不要 因为我们家太太多了 所以这紫鱼头就 明年的时候 当成小球 紫球 把它种地里面 它又会长成一个大的鱼头了 这个要明年三四月份的时候种 现在种不了的 现在种了之后 它也不长 你埋在地里面 它容易坏 所以明年再种 你看这旁边 都是它的紫球 这个小紫球也能炒着吃 炒着吃也好吃 但是我们家嫌麻烦 所以一般 都是不要它了 我们明年种的时候 也是用这个紫球 把它当种种下去 但是像我们这个湖南 这个地方四季分明 所以冬天太冷的情况下 不利于它的生长 10度以下的话就停滞生长 像我们这个天蝎 因为再过一段时间打霜了 温度降低了之后 它的上面的这个金叶 就会慢慢的枯萎而死 然后它的果实 就会在地里面过冬 但是温度如果特别特别低 像北方的情况下 太冷的天气 它在地里面也会烂掉 所以如果是 像偏北方的城市 就不适合现在栽种 要等到明年 开春了之后 天气暖和了 我们再把这个鱼头小球 种到地里面去 南方一连四季都可以种 北方不行 你看 广东啊 深圳啊 广西啊 海南啊 福建啊 它们一连四季都比较适合鱼头生长 因为它们那边暖和 像这个鱼头是 它对生长环境是有要求的 鱼头喜欢生长在阴凉潮湿 其次它不它怕干汗 所以你看我们家的这个鱼头 就是栽在水渠旁边的 这旁边都有流水的 所以这个地如果地太汗的话 太干的话就长不好 但是虽然说它喜欢阴凉潮湿 地里面也不能有太多积水 如果地里面有积水的话 它也长不好 所以呢我们在种植的时候 它的生长环境就更适合它生长 这样的话 病虫害就更少一些 我们家种芋头的话 是一年换一个地 去年这块地我们种的是萝卜 后来我们就把这块地 春天的时候种了芋头 到明年的话 明年春天 我们就把这块地 种其他蔬菜了 把芋头种到其他地里面去 这样不种地 我们地里面的病虫害就少 所以我们家的这个芋头 放在这儿 不用管它 没有农药 没有这些复杂的管理流程 管理成本很低很低 春天种下 这个季节就可以把它收获了 不用打咬 不用打咬 没有农药 真的没有农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家这个芋头里面 有一些小小的小坑 那个都是有一些地里面的 极少的小虫子把它咬的 但是对于口感是完全没有影响的 就完全的纯天然 纯绿色的食物 大家都可以放军的食用 知道我们家种菜的那些顾客们 都经常买我们家蔬菜 因为我爸爸种菜35年了 他自己也是非常注重蔬菜 食品健康安全方面的问题 这菜我们自己也吃的 而且稍微这个地靠水渠的话 因为病虫害 它不喜欢太潮湿阴凉的地方 所以地里面的病虫害本身也就少一些 就更加不用再去管它 就自己也长得很好 我们在种蔬菜的时候 首先要了解一下它的基本的生长属性 基本的习性 知道它的习性了之后 我们种菜的时候就能够种得更好 就很多粉丝朋友们说 我们家蔬菜为什么不用管它都长那么好 就是因为我爸爸种菜种那么多年了 很多蔬菜它适合什么样的文件 适合什么样的土壤 自己都心里清楚自己有把蒜盘 所以在种的时候就更加的清澈熟路 我们家里面的蔬菜还长那么好 有些人说我们家地里面蔬菜还长那么好 你都不管它为什么还长那么好 就有时候也是相辅相成的 并不是说一味的好多就对蔬菜不好 或者是一定要把它完全的除干净 就是对蔬菜好 就是完全不是说很绝对的 如果有一点点草 对蔬菜有时候也是有帮助的 你听的是哈的蔬草 它就把金属换换到 嗯 你要是你要打药 打这个蔬草剪 你对蔬菜也不长 你一定是不错用 所以说很多事情 所以说你不管是土草打农药也好 你要达到一个土壤的生态平衡 你如果把那个生态平衡破坏掉了 对蔬菜也是不利于生长的 你比如天天经常的每一季每种一季蔬菜 土里面打一波农药 土壤达不到那个微生物的生态平衡 你蔬菜长得也不好 就是这个道理 就跟人是一样的 你经常吃某一种蔬菜 其他的蔬菜你都不吃 或是你天天吃肉 你不吃素菜 你的身体也会营养不平衡 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种菜看着简单其实也不简单 很多都是经验积累 我们今天要挖30斤 两种烤的时候不小 你烤吧 你烤吧 今天晚上烤一个看着味道怎么样 从来没烤过 按理说像芋口是属于一年生的金块类的 跟红薯啊马铃薯是一样的 你想红薯马铃薯都可以烤着吃 这芋头应该也可以烤着吃 可以吃的 把你烤 对啊 烤环术的 红薯都可以烤着吃 烤着吃也很好吃 我估计芋头烤着吃应该味道也不错 今天晚上烤一个 我们自己还从来没吃过烤的 它的吃法也非常多 芋头可以做成甜品 也可以做成饮料 它还可以炒菜吃 所以它的吃法非常多 在清炒的时候 这个香芋也是公庭共品 它的营养物质也非常多 好多粉丝朋友们都说我们家的蔬菜有时候好浪费 你比如说萝卜 萝卜的叶为什么把它扔了 可以吃的也可以卖的 还有香芋的梗 这个梗也可以卖的也可以吃的 大家说的其实很对 当然它可以吃 而且它的吃法也非常多 关键是我们家蔬菜太多了 每一次摘菜的时候 你像摘一次大概都是七八种蔬菜 如果每种蔬菜 你像那个都全部物尽其用的话 就特别多 有时候拉不了那么多 就是它的经济效益也不会特别好 你像这个芋头金杆 虽然外地人 南方人说这个是一道美食 但是在我们本地的话 他们不爱吃这东西 我们如果把它摘去卖的话 也不会有特别多的顾客买 所以干脆我们就不卖了 就只卖芋头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芋头地 旁边全部都是有沟壑的 这沟壑里面就是跑水的 这个水是一年四季都有的 流动的水 所以这一块地的话 相对来说是比较潮湿的一块土地 而且它的周围 你看 周围除了这一面 是平的 周围它的笼度比较高 所以相对来说 它的光照没有那么的强 因为它不太喜欢大太阳 所以我们要了解它的生长习性之后 我们在种菜的时候 它才能长得更好 大家可能看我们种的时候 就随地一种 感觉怎么长那么好 其实有一些东西 在隐性当中 没有给大家展示出来 根据它的生长习性来 选择菜地 做菜地的设计 这样的话 它才能长好 而不是随便选块地 随便种下 对 我们看一下这个芋头的叶子 这芋头叶子 上次大家也说到 它的叶子是长在它的梗 就是它的筋 是长在叶子的中间 看到了吗 怎么分辨它 长叶子中间 它的梗 稍微有点点紫红色 这个是香芋的叶子 像还有一种绿色植物 它的叶子也长这样 形状长这样 但是它的生长结构不一样 它可能是长在这个地方 它的筋是长在这儿的 从这儿连接的 那个的话就是有毒的 它的筋块是不能吃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那个是有毒的 不能吃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不清楚的品种 千万不要盲目地去使用 注意这个安全问题 这里大盘 这个就是古葡芋 看到吗 它的叶子是长在这儿的 就直接长在那下面的 我们的芋头是长在中心 中心有一个中心圆点 长到这个下面的它的梗 这个就完全长得不一样 这是姑婆芋 这个是观赏性的植物 这绿色植物 这不能吃的 千万别把这个当芋头吃了 这个是我们家 星期下面栽的一大盘 在马路中间 哈喽 我回来了 今天关于芋头的生长习性 以及哪种芋头是不能吃的 大家清楚了吗 如果还有其他疑问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多多交流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夏美杨子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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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